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很搶手 将街头文化融入时尚品牌 像知名的Chanel Logo被大稿创意 变成卡通人物 或字体改成涂鸦 重新包装 用另一种创意向品牌致敬 韩丰就比较盛心 他们都会就是 就是模仿精品的款式 可是因为其实精品的变化度 比较低一点点 我们满多客人都会拿着 就是精品的款式的照片 然后请我们帮他 就在韩国看有没有类似的这样 帆完丰从韩国席卷来台 不少街头品牌也靠着翻碗起家 难免会让不少消费者 搞不清楚 到底和原本的品牌 有没有关联 通常客人问完以后 他还是去默默买单 他就说对啦 其实这个就是穿 对他们来讲就是穿好玩 就穿搭配性 标准就在于 第一个 你是否是消费者混淆 第二个 你有没有减损这个 商标原本的信誉 法规中没有翻碗一词 律师提醒 假如品牌上的Logo 没有重新设计 让人一看就能辨识原厂牌 一旦有商业行为 恐怕就有争议 不管是星巴克 或是DHL快递的Logo 这些都能玩 也成了独特的另类风潮 三星文林玉峰 参与其台北采访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